喂,南哥,我是孙楠,南哥,老孙,我有话说可以吗? 被定了,被定了,可以,可以,当然可以,谢谢,啊,谢谢,谢谢,因为我呀,这个话很重要,所以我就写在稿子上了,这个,我没有听过别人同意,我就自己来这种一段感慨,我们借大家一分钟时间啊,我是这几歌手里边啊,最大的哥哥了, 我想让我的弟弟妹们们呢,能够继续向哥王冲刺,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一轮,下一轮,不过我会,对不起,不好意思,不过我会坐在这里,为我的弟弟妹们加油,我希望,对不起,瑞哥,我没有听过你同意,我希望我很开心,我希望, 我希望节目组,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能够成选我的心愿,谢谢大家,我会坐在这里,为您加油,谢谢 呃,我现在说话,南哥应该可以听到吧,听得到,听得到,南哥,我特别想问一下,刚才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您此时此刻内心所想所感,都是您自己拿定主意之后的观点, 是的,我内心的,真的感受,因为我来到我是歌手这个舞台,给我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要多,我很开心,我觉得我已经可以了,我已经够了,特别是我的伙伴们,那我的弟弟妹们,他们都特别特别的优秀,我觉得,他们应该有机会拿更好的成绩,加油,真的,谢谢 好,呃,是这样吧,既然我是这个舞台的节目主持人,那接下来就由我来掌控一下,呃,首先我要请导播抓紧时间,跟我准备一个三到五分钟的广告时间,谢谢我待会儿要用 呃,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段话,有可能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,而不代表湖南卫视的立场 呃,我从21岁进入到湖南广电,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身上的很多优点和缺点,似乎都打下了湖南广电的很多烙印,包括 所谓没事不惹事,事来了也不要怕事,对于一个节目主持人,在这么大一场直播当中,一个顶尖级的歌手,一个顶梁柱一样的歌手,突然间宣布退出接下来的比赛,我想应该是摊上事了,甚至是摊上大事了,但是说实话,我的内心一点都不害怕,因为一个成功的节目,有两个密不可分的主体, 除了这个舞台上的七位歌手之外,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万观众和现场的这么多观众,我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你们还真诚的踏踏实实的坐在我的面前,我还可以从各位期待的眼神当中,读到你们对接下来每一个要上场的歌手,他们即将演唱歌曲的那一份期许,我还可以从各位的姿态当中,可以感受到你们内心的那种力量,这个力量足够给南哥, 给洪姐,给Zwon,给李健,给维未,给黄一鸣,给所有的歌手,给燕冰,已经准备好了,会有千万个掌声要送给他们,南哥不信,你听。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,第二层意思我想表达的是, 我虽然不同意南哥的一些观点,但是我誓死的捍卫您说话的权利,所以刚才我有话筒听到那一段的时候,我并没有试图打断您要说的话,虽然我可以这么做, 其实每一位歌手来到这个舞台,他都有权利选择我来,或者是不来,当然,您自然也有权利选择在您认为是对的时刻, 依着自己认为对的那个心情,做出你要离开的这个决定, 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尊重一个成熟男人在这一刻做出的决定,当然,我们在这要提出一个希望和请求, 就是希望您以一个观众的身份继续坐在这个地方,来看你最爱的弟弟妹妹们向歌王的舞台进军, 我也相信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已经做好了准备,用掌声来接纳这位不期而至的观众,不信你听。 接下来对于我个人而言,一个主持人我在台上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反应速度,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权利来重新调整,接下来因为难歌的退出而要改变的比赛的规则, 因为有一个歌手要退出,所以比赛规则都要做相应的改变, 所以有请导播在这一刻给我放三到五分钟的广告, 我要跟我们的制作团队,跟我们的领导一起商量, 咱们来进行节目上的和赛制上的相应的调整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,真的千万不要走开,还是那句话, 真正精彩的时候,或许会从广告之后再开始,马上回来。